若修不动者 什么叫做不动 看见一切的人 但是这些人的是非善恶过患 你都没有看见 其实不是没有看见 是看见的 但是呢 你看见等于不见 不影响你自己的时候 这个才叫做自信不动 你如果看见别人的是非善恶过患 那么影响到你自信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自信在动 要修不动 必须要等于不见世间的所有 是非善恶跟过患 所以这不动两个字 不要误会 不能够误会不动两个字 不是所谓不动 便不是叫你去坐在那里 不准动 像我们小时候 当学生的时候 老师叫我们 不准动 乖乖的给我坐着 不准动 那个是真正的叫做不动 那个是真正的叫做不动 不要误会 我这样讲解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的 误会的事情很多 误解的事情也很多 有一个校长跑到一个班里面去 跟班里面的学生讲 我要你们这个班 有一个人来颁发 颁发 校长一听 他就讲说 校长是要我们 班里面选出一个班发 一个班发 他就开始选举 选了班中的一个女生 叫班发 一个女生到校长那里去 这个女生被选上了班发 心发怒发 也长得很漂亮 就到校长那里去 校长看到他说 怎么叫一个女生来 他说我就是班发 那个班的班发 校长讲 我是要整理学校的发言 买了一卡车的花 那么请你们的班上 叫一个人来颁发 而不是叫你 不是叫你这一班里面 去选一个颁发 同样都是班发 一个是一班里面的最漂亮的女生 叫班发 一个学校里面最漂亮的女生 叫校花 但是校长到那一个班 是跟他讲 叫一个班发的来 那班长他听错 误解 这个就是误解 六祖讲的不动 是说你不受外界的影响 像我们今天参加法会 互谋法会 大家心中都没有台风 你心中如果有台风 今天晚上会来 会登陆 会怎么样 你们不敢来 你心有所动 你们就不会来 你心无所动 不受台风影响 你们就是不动了 不过还是跟大家讲 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开车 或者坐巴士 大家一定都要稍微小心一点 如果有这个暴风暴雨 大家都要提高警戒 那么也防止所有的灾祸发生 这是要告诉大家的 这个时候你不能讲说 师尊讲说不动 还是要提高警戒 这里所讲的是怎样 人家在讲 是非善恶过患的时候 你一个修行人 听到这些以后 你的心中不受影响 眼见 依非真 耳闻 君是假 你眼睛看见的 还不一定是真实的 何况你是耳朵听到的 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行者的心 不受影响 这个叫做自信不动 这是六祖 六祖所讲 所谓的不动 便不是禅定 一直在那边不动 所以我们来说